感谢CK用诗歌来带领我们赞叹神伟大的创造 多谢CK用诗歌来带领我们来一起去赞叹上帝的这个创造,伟大的创造 兄弟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我发现最近有很多人 我发现最近有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 包括我自己 都说自己很容易忘记事情 就是很容易就忘记事情 我刚刚已经在报告的时候已经忘记了 刚才在报告时候已经忘记了一件事 有的人对这种变化 对自己里面 怎么这么容易忘记事情 有的人就对自己这么容易忘记事情的变化 有的人好紧张 有的人就很紧张 有的人就很积极去找出 那这种情况我要怎么办 有的人都很积极地去想一下 发现这种情形 我应该要怎么做呢 就决定 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 把要做的东西写下来 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 将你需要做的东西就把它写下来了 我告诉你 我们花了几百块去看医生 医生也是这样告诉你 告诉你 我们无论花多少钱 几百元都好 去看医生 医生最后都是这样跟你说的 所以我们就是重要的事情 要不断地拿起来提醒自己 帮助我们记下来 这样是会帮助我们将这些事情记下来的 那我们现在来练习一下大家的记性 我们现在来练习一下 看看大家的记性怎么样 看看大家的记性怎么样 我记得我们在大灾节旗的这个讲道里面 那在这个大灾节旗的讲道这段时间呢 我们是用洗礼里面的几个问题 那我们是用洗礼的时候所问的几个问题 来思考来反省我们的灵性 是用来思考和用来反省我们的个人的灵性 我们想一下第一个主日我们讲起什么样的问题呢 想一下记不记得我们第一个主日的时候 是问了什么问题呢 是什么问题 记不记得什么问题呢 Veronica在给我们打小pass 就是要弃绝邪恶有没有 操练弃绝邪恶不良的行为 就是我们要一起来操练这个不弱的邪恶 弃绝一些不良的行为了 让我们可以胜过个人的软弱跟试探 让我们可以胜过一些个人的软弱 去胜过一些试探 那上星期我们讲到什么 那上个礼拜我们又讲了什么呢 讲到一个故事 一个女人的故事 记不记得一个女人的一个故事是什么呢 哦 打水那个沙玛利亚妇人 对不对 对了 就是那个沙玛利亚妇人 她在井边那里打水 那我们从她来学习的 我们是有什么在她那里可以学习的呢 也就是我们洗礼里面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 也都是在我们洗礼的时候被问到的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能够勇敢地去告白 我们对神的信仰 对神的爱吗 我们可不可以很勇敢地去告白对神的爱 所以上星期那个故事是让我们学习这个沙玛利亚妇人 她勇敢地告白 所以上个礼拜那个故事是让我们去学习这个沙玛利亚妇人去学习她的勇敢的告白对神的信仰 那兄弟姐妹 这个星期是大灾节期的第四个星期 那今个礼拜是大灾节期的第四个主日了 我们要来用另外一个洗礼的问题来思考 那我们就会用另外一个洗礼当事民的问题来一起思考 那这个问题是 你们愿意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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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的信心增长 活出基督徒的生命吗 你们愿意尽力彼此爱护 尽力使彼此的信心增长 活出基督徒的生命 这个星期我们要学习的一个灵性课程 这个星期我们要学习的灵性课程 就是彼此扶持 彼此的爱护 就是要彼此的扶持 彼此的爱护 英文叫做Nurture 英文是Nurture Nurture one another Nurture one another是照顾彼此 今天的经文刚好可以帮我们检查 让我们自己反省 今天的经文刚刚好可以给我们一起检查 我们的内心 我们个人 反省我们个人 或者是我们教会整个团体来说 或者是我们整个教会整个团体的 我们有没有进到这个扶持人 爱护人的这方面的功课呢 我们有没有去做到这一样就是要去扶持人 爱护人的功课呢 刚刚Winnie为我们读了一个故事 刚刚Winnie姐妹就为我们读出了一个故事了 那这个是一个医治的神迹的故事 这个是一个医治神迹的故事 耶稣在一个安息日医治了一个眼下的人 让他可以看见 那是说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医治了一个核眼的人 让他可以看得见 那他念的部分只是这个故事 整个故事的四分之一而已 Winnie姐妹所读的那段经文是整个故事的四分之一而已 整个第九章都是这个故事 那整个的第九章 亚汉福音第九章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来的 所以在其他这个故事的部分 所以是其他的经文的后面的部分 故事的另外一部分 就是不同的人 就是有不同的人 对于这个医治的神迹不同的反应 他们对这个医治的神迹有不同的反应 所以里面这些不同的人 所以是讲到里面的不同的人 我把它分成三种人 我把它分成了三种人 三群人 三群人 第一群人 第一群人 就是耶稣的门徒 就是耶稣的门徒 那耶稣的门徒呢 他们好像是在场看到耶稣怎么医治这个眼睛瞎掉的人 那么耶稣的门徒呢 他当时是在场看到耶稣怎么医治这个颗眼的人 但是从他们第一眼看到这个盲人开始 但是当他们第一眼看到这个盲人的时候呢 我们从经文看到这些门徒并没有关心 他们也没有怜悯这个盲人 我们有经文那里看到 说这些门徒是没有去怜悯 也都没有去关心这个盲人 他们一个马上的反应 他们比较想要知道的是 嘿 为什么这个人生来就眼睛瞎掉 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呢 就是他们会想一下 哎 为什么这个人的眼是会盲的呢 他是谁犯了罪 导致于他受到这种惩罚呢 是不是有谁犯了罪 导致他有受到这种惩罚呢 是他的父母犯罪 是他的父母犯罪 或者是他本身犯罪呢 或者是他本身犯罪 那其实那个门徒的这种想法 其实门徒的这些想法 代表当时候的人普遍的一个看法 是代表了当时的人很普遍的一种看法 对身体方面的毛病或精神方面的毛病 他们都觉得那是神的处罚 当时那些人认为呢 是觉得如果某些人的身上有毛病 或者精神上有毛病 都是出于神的惩罚来的 但是耶稣说 但是耶稣说 都不是 都不是 这是因为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荣耀 而是因为要在他的身上显出上帝的荣耀 那后来这个盲人听了耶稣的话 真的跑到西罗亚的池里 去洗他眼睛上的泥巴 那这个盲人呢 他当时是听了耶稣讲的话 他就真的去了这个西罗亚的水池那里 去洗他的眼 所以这个盲人离开了 所以他就离开了 从这个时候 门徒就没有再跟这个盲人有任何的一个接触 从那个时候开始 门徒和这个盲人是没有再任何的接触了 没有再看到他 没有再见到他了 这些门徒再次看到这个盲人的时候 当这些门徒再次见到这个人的时候 已经是他眼睛开了 已经是故事很后面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是他的双眼已经开了 已经是差不多故事的尾声了 这个人他已经变成一个信主 跟随主的人 而这个人也都变成了 是信了主 是跟随耶稣的人了 所以从圣经的记载 所以是从这个圣经的记载 这个门徒他们都只有好奇的心理 门徒他们都只是有这个好奇的心 他们想要知道眼睛瞎的原因是什么 他们想知道眼睛瞎了的原因是什么 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心理呢 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 其实这种心理很多人都有的 这种心理很多人都会有的 我们看到一个问题 我们看到一个问题 我们见到一个问题 我们就去找那个原因 我们会去找那个原因 然后我们就责备那个原因 我们都会去责备那个原因 好像我们找到一个可以责备的对象 好像我们找到一个可以被责备的对象 那其他的事情就不管了 所以门徒他们相信这个人一定有犯罪 得到报应才失明的 所以门徒认为这个人他是犯了罪 得到这个报应 所以他就是盲眼了 因为他犯罪 所以他的报应是应该 他的受苦是应该的 是因为他犯了罪 那么他得到的报应是应该的 他是应该去受这个负的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想法 让他们觉得 那我可以不需要去关心这个人 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这样的想法 就令到他会觉得 我不需要去关心 不需要去照顾这个人 我不用去爱护这个人 我都不需要去爱护这个人 那这个盲人有没有可以吃 有没有可以穿 这个盲人有没有得吃 有没有得穿 有没有家人朋友可以关顾他 有没有家人或者是朋友 可以去照顾他 这些都跟我没有关系 这些都好像跟我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门徒到最后 真的他们一点点接触都没有 跟这个人一点接触都没有 所以就因为门徒和这个人 是没有一些 一些这么多的接触都是没有的 也没有对话 也都没有说有对话 我们可以想象 没有接触没有对话 爱护跟扶持是不可能 有机会发生的 那么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完全没有对话 没有接触的话 爱护是没有可能会发生到的 兄弟姐妹们 大兄姐妹们 我们从门徒 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自己 我们从门徒的这些反应 有没有见到我们自己 我们是不是跟门徒 是同一群人 我们是不是好像门徒 那样的同一群人呢 当我们看到那些 无家可归的街友的时候 当我们在街上 看到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的时候 我们心中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呢 我们心里面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一下子在找这些问题 他们的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这样立刻在想一下 这些人有这样的情形出现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有找到一个原因 让我们可以责备他们 让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去关心他们 我们会不会说 是想到之后帮他们找一个原因 然后去责备他们 就不需要去关心他们呢 我们会讲说 他有手有脚 为什么他不去工作 我们会不会想 他又有手又有脚 为什么他不去做事呢 他这么懒惰 只是要人跟人家要钱 他这么懒 他只是要人家给钱而已 或者我们会想 他一定有吸毒 或者我们会想 他一定是吸毒 他酗酒 可能他喝酒 他会不会是骗我的钱 然后去买这些东西呢 他会不会是骗了那些钱之后 然后就去买这些东西呢 或者在其他另外的情况 或者在其他的情况之下 我们会觉得 这个人他又不会讲我们的话 我们会说 这个人又不会说我的话 跟我们不能沟通 我又不可以跟他沟通 不适合在我们当中 他不适合在我们当中 或者会觉得 这个人的信仰的形态 跟我们差很多 或者会想 这个人的信仰 跟我们相差很远 我们不能跟他对话 我们不可以跟他有对话 作为一个教会 作为一个教会 当我们如果认为 一个人是有问题的 当我们认为 一个人是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的判断里面 是带有责备的 我们的判断里面 是带有责备的 我们是不太可能 会去欢迎这个人 我们是不太可能 会去欢迎这个人 我们也不太可能 去接纳这个人 我们也不太可能 去接纳这个人 所以有可能 我们会跟这个门徒的反应 是一样的 所以是有可能 我们会跟门徒 是有同样的反应 我们会跟这个人 保持一个距离 我们会想跟这个人 保持距离 我们也不会想要 去扶持这个人 去爱护这个人 第二群人是谁 我们现在讲一下 第二群的人是谁 我们如果 你如果继续打开圣经 来读的话 第二群人 如果你圣经打开 继续看的话 这里讲到的第二群人 就是这个盲人的家人 就是这个当时的盲人的家人 还有他这个村庄里面的铃舍 还有村庄里面认识他的人 就是他同一条村里面的铃舍 和其他认识他的人 那这个盲人得到医治之后 那当这个盲人 他得到医治之后 这个事情传开来了 这件事就传开了 那这些人知道之后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 当这些人知道这件事之后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 他们觉得很好奇 他们是首先觉得很好奇 很奇怪的事 很奇怪的事 分明是他们每天 都会看到的一个人 一件很奇怪的事 就是明明这个 是他们每天都见到的人 他们现在却不太认得这个人 但是他们现在不认得这个人 说这个好像是他 这个好像是那个人 好像不是 又好像不是 为什么会这样子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呢 所以表示他们平常看到这个人的时候 所以表示 就是说他们平常有见到这个人的时候 就是有看没有到 就是看到当没有看到这样的 就是把他好像是一个 总是在那里的一个人 就会觉得 这个整天都在那里的一个人的啦 好像就是 就是都在那里要钱 就是觉得他 只不过是常都坐在那里 问人黑钱的人啦 那他这个人坐在那里 只是这个街头景色的一部分而已 也都好像他每天坐在那里 变成了这条街的一个景色 那样啦 大家对他在那里的一个存在 坐在那里这个事情 很习惯 但是每一个人都觉得 这个人坐在那里 这个存在 已经是习惯了他坐在那里了 可是对这个人本身 确实很陌生 但是他们对这个人 是非常陌生的 可能真的没有好好去看过他的脸啦 可能真的没有清清楚楚 真的去看一下他的样子是什么样的 所以现在都认不得是不是这个人啦 所以这个时候呢 是不认得这个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所以今天这个盲人 他因为这个眼睛看见啦 所以当这个盲人在今天 这个时候 他的眼睛是已经看得见啦 这个改变让他变成一个注目的焦点 当这个改变出现之后 令到他变成一个注目的一个标点啦 大家才认真去看这个人 那么大家才是真正去看清楚这个人 可是大家并不认识他 并不认得他 但是大家都不是这么认得他 是因为不认识他 连他的家人也不愿意站出来为他讲话 当时他的家人都不肯站出来为他讲话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很怕法利塞人来找他们的麻烦 因为他们害怕怕法利塞人会找他们的麻烦 因为法利塞人是反对耶稣的 因为法利塞人他们是反对耶稣的 他们的家人很怕说 哦 耶稣医治了这个人 他们很怕说 因为耶稣是医治了这个人的眼 他们很怕法利塞人生气 他们是害怕法利塞人会生气 觉得他们跟耶稣是同一伙的 生气他们觉得他们跟耶稣是同一伙人 会把他们从会堂里面赶出去 是有可能将他们从会堂里赶出去的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我们能想象所有的犹太人安息日都要到会堂去敬拜上帝的 我们想象一下所有的犹太人在安息日的时候 他们都会去这个会堂那里是敬拜的 我如果被赶出了会堂 那如果我在当中是被赶出会堂 就好像我是被惩罚被剥夺了 我是犹太人的那种身份 好像是我是被惩罚了 还有将我的身份是由这个会堂那里剥夺了 是赶了出去的 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是一件非常之严重的事情 所以从这一群人当中 所以在这一群人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我们可以见到什么呢 我们可以学到什么 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 所以兄弟姊妹我其实要来问大家 所以弟兄姊妹我是有问题要问一下大家 我们可以肯定的说 我们认识我们教会中的每一位兄弟姊妹吗 我们可以肯定的说 我认识我们教会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吗 那我邀请大家互相观望一下 我邀请大家是互相对望一下 认识吗 大家都认识吗 走在街上会认识吗 走在街上会认识吗 有打招呼吗 叫得出名打招呼吗 你可以说出任何一位兄弟姊妹三件事情吗 你可不可以说出任何一位弟兄姊妹的三件事情吗 兄弟姊妹我这样问不是要你去打探别人的隐私 弟兄姊妹我这样问不是叫你专专去打探别人的私隐 不是叫你去八卦 不是叫你去八卦 我只是要真的是提醒大家 我只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我们要能够去关心一个人 如果我们要能够去关心一个人的话 我们想要去认识一个人 我们想去认识一个人的话 我们要去接触对不对 我们要有接触对不对 我们要去交谈对不对 我们要有交谈对不对 你如果关心这个人 你会不会问他问题呢 如果你是真的关心这个人 你会不会问他一些问题呢 你如果问他问题 他觉得你关心他就会回答你的问题 当你问问题的时候 如果他觉得你是真的关心 他会回答你的问题 所以兄弟姐妹 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兄弟姐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弟兄姊妹们 你做完礼拜就走了吗 你是不是一聚完礼拜 立刻走了呢 你一星期当中 有没有跟兄弟姐妹有沟通呢 在一个礼拜当中 有没有跟某些弟兄姊妹们有沟通呢 我欢迎大家留下来喝茶 我欢迎大家 真的要留下喝茶 不要做完崇拜就走了 五号一做完崇拜 结束了立刻走 又有另外一些时候 又或者在另外一些时候 我们也需要对兄弟姐妹 有新的认识 我们也都需要对兄姊妹 有新的认识 在教会生活里 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摩擦 在教会生活 我们当中会发生一些摩擦 可能互相彼此会有一些误会 或者是彼此当中是有些的误会 或者是一些错误 或者是发生了某些的错误 造成一些伤害 就造成了某些的伤害了 但是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呢 但是呢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对于曾经一些犯过错误 或是有一些摩擦 造成伤害的人 当某些事情发生 造成了某些的磨擦 某些的伤害之后 那些人呢 如果这些兄弟姐妹 他们后来有改变 但是如果这些弟兄姊妹 他后来是有改变 你能原谅他吗 你可不可以原谅他呢 你在心里对他那个 哦 他伤害我 的那种印象能够去除吗 你会不会在心里面 那种说他曾经伤害过我 这件事 会不会可以脱掉他呢 抹开呢 Theresa说忘记了 Theresa说忘记了 非常好 非常之好 这种忘记我们就要操练 这种忘记我们是要操练 是的 所以呢就是说 他们的改变 我们有没有把他们的改变 真的是放到我们的心里 我们有没有真的将他的改变 新的改变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让我们对他们有重新的认识 让我们可以对他有重新的一个认识呢 觉得他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不好的兄弟姐妹了 我觉得他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不好的弟兄或者姐妹了 是一个变好的兄弟姐妹了 是一个已经变好了的弟兄姐妹了 兄弟姐妹 如果我们愿意去建立那个对那个人的新的认识 如果我们是愿意去对这个人建立一个新的认识的话 他们就会觉得他们被接纳了 他们就会觉得他们被接纳了 他们就觉得他们受到扶持 受到爱护了 他们会有这个觉得是接受 接纳 有这个受到的扶持 受到这个的爱护了 第三群人是谁 第三群人是谁 你猜是谁 你猜猜是什么人 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 这些法利赛人其实很少数 那这些法利赛人其实是少数的人 当这个医治的神迹传到他们耳朵里的时候 当这个医治的神迹传到他们耳朵当中的时候 他们听了的反应是很不高兴 当他们听到的时候 他们是很不高兴 他们不会说 真的太厉害了 他们不会有很惊讶的态度 说真的太厉害了 他们的反应是皱眉头 他们的反应其实是皱眉头 为什么这个耶稣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去做呢 他违反了摩西的法律 他当时是违反了摩西的法律 安息日是不能工作的 安息日是不可以作工的 他为什么用安息日去医治这个人 他为什么要在安息日的时候去医治这个人呢 所以他们关心的重点是违反法律 所以他们当时关心的这个范围呢 就是违反了法律 不是这个人得到医治 不是说这个人得到医治了 所以他们就开始调查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就开始去调查这件事 他们就把这个眼睛开了的 本来忙的人找来了 那他呢就找了这个本来是盲的人 现在双眼睛开了 把他找出来了 就问他 是不是真的是在安息日发生这个事 那他们就问他 是不是这件事 你双眼睛被医治 真的发生了在安息日当日呢 哇 这人说是的 那这个人说是 哇 有法律塞人说 哦 他犯了这个安息日不能工作的法律 那那些法律塞人立刻说 啊 耶稣是犯了这个是安息日 不可以工作的这个律法了 所以耶稣是个罪人 所以耶稣是一个罪人 哇 这样 可是这样的问题来了 但是这样的问题来了 他们怎么能够接受 耶稣这样的一个罪人 有能力去行神机呢 他们怎么可以去接受 耶稣这个罪人 是有这个能力去行这个 奇迹去医治呢 所以他们需要解决这个矛盾 所以他们是要去解决这个矛盾 所以是他们不相信这个人 原来就是瞎眼睛的 那所以他们就开始不相信 这个人原本是真的 生了就瞎眼的 所以就把这个瞎人 那个盲人的父母亲找来 所以那时候呢 就将这个原本盲的人的父母 是找过来 你这个儿子是不是生了就 眼睛瞎的 你的儿子是不是真的 生了就瞎眼的呢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呢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啊 他的父母说 他的父母是这样的 他是生来就眼睛瞎了的 他是真的生出来呢 就是瞎眼的 可是其他发生什么事 我们都不知道啊 但是其他之后发生什么事 我全部都不知道啊 你们自己去问我儿子啊 你们自己去问他啦 他已经成年人了 他已经是成年人了嘛 不要来找我啊 不要找我啦 他们就是会害怕 法利塞人找他们的麻烦 因为他们当时是怕着 那些法利塞人呢 是找他们的麻烦 所以 所以呢 现在已经证明这个神迹是真的了 现在是证明了啦 这个是真是一个的神迹呢 是发生了啦 可是法利塞人就是不要让耶稣 受到人的尊重 但是法利塞人呢 就是不想要耶稣是受到人的尊重了 不要把credit给耶稣了 不想将这个荣耀去归给耶稣的了 所以就再次把这个人找来 所以他们又再次去将这个人找出来了 就警告他说 跟着警告他这么说 我们告诉你啊 你要把荣耀归给上帝哦 我们要告诉你啊 你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荣耀归给上帝 不要一直提示耶稣医治你的 你不要一直在那里跟人说是耶稣医治了你 因为耶稣是罪人 因为耶稣是罪人 可是这个人 但是你一个人 他虽然没有受教育 他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 可是他思考很清晰的 但是他有很清晰的一个思考能力 他很实在很坚定的回答法利赛人 他很实在很坚定的去回答法利赛人 耶稣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 耶稣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的确知道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的确是知道的 从前我眼睛瞎了 从前我是核眼的 如今我能看见了 现在我是看得见了 所以他对着法利赛人说 所以他对着法利赛人再说 因为这样子 是因为这样 我相信耶稣一定不是罪人 我相信耶稣一定不是罪人 因为上帝有听他 因为上帝有听他说 他的能力一定是从上帝来的 他的能力一定是从上帝来的 他这个人也一定是从上帝来的 他这个人一定都是从上帝来的 要不然他没有能力 能够让失明的人眼睛可以看见 如果不是的 他怎么可以让一个失明的人 可以双眼看得见呢 哇 法利赛人听他这样讲 哇 当法利赛人听到他这样讲之后 更加的怒火中烧 更加是怒火中烧 就对他说 就很生气地跟他说 你全然是生活在罪里面的人 你以前是生活在罪里面的人 你还敢来教训我们 你还敢这样跟我们说话 教训我们 哇 就把他从村庄里赶出去了 就将他从村庄里赶出去了 兄弟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法利赛人最后一句话 真的是很凶狠的 法利赛人最后这句话 真的很凶狠 也是表示他们对这个眼睛瞎的人 他们有一个先入为准的观念 也都是代表他们对当时盲眼这个人 是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想法 你本来瞎的就是因为你是受到惩罚 你是有罪的 那个想法就是你原本盲的嘛 因为你受到惩罚 因为你是有罪的嘛 所以他现在眼睛开了 他这个眼睛瞎的人 他有一个神迹在那里 当这个盲眼的人 有一个神迹在他的身上发生 双眼可以看到了 法利赛人他们没有惊叹 所以法利赛人他们没有觉得惊叹 没有高兴 他们没有为他高兴 他们好像把这个人跟耶稣 好像列为是共犯一样 他们把这个人和耶稣 是摆在一起当他们是共犯 他们对他的问话都是非常的傲慢 他们对这个人的问题的时候 问方法的时候是很傲慢的态度 非常的粗鲁 非常粗鲁 你想他们会对这个人有扶持 会有爱护吗 你想想法利赛人 会不会对这个人有扶持 有爱护呢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嘛 所以耶稣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 所以当耶稣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耶稣知道这个人被赶走 赶出去之后 耶稣知道这个人被赶走了之后 去把他找回来 他就去将他找回来 去接纳了他 去接纳他 我想这是这个人生平第一次 觉得有人在乎他 我想这个人是他生平第一次 会觉得有人真的在乎他 欢迎他 欢迎他 他感到被爱 他也感到被爱 他相信了耶稣 所以他相信耶稣 跟从了耶稣 他也跟从了耶稣 兄弟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这个样子这是整个故事 这样跟你说完 这个是整个故事了 你在这个故事 你听完这个故事 当你听完这个完整的故事之后 你觉得怎么样 你觉得怎么样呢 我自己看了这个故事 我自己看了这个故事之后 我真的觉得很伤心 我真的觉得很伤心 这些邻居 他那些邻居 这些村庄认识这个盲人的人 他那条村里面 是认识当时盲的人 甚至这个人的家人 甚至他的家人 没有一个人 因为他眼睛变得可以看见 没有一个人为他高兴 没有一个人是因为他伤眼 他看得到 以为他高兴 没有人为他喝彩 庆祝 没有人是为他喝彩 没有人为他庆祝 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影片 我真的很感动 我在网上也都见到一个影片 是真的很感动 一个小孩子大概不到两岁 影片里面说到 有一个小孩大概都是两岁 他是生来也是眼睛很不好 他生出来雙眼是不是很好 所以到他快要两岁的时候 他接受了手术 所以当他差不多两岁的时候 他是接受了手术 然后还要戴上一个厚厚的眼镜 之后还要戴着一副 是很厚镜片的眼镜 才能够看到他的父母亲 他才可以真正看到他的父母亲 所以当他戴上眼镜 第一眼看到他的父母亲的时候 当他戴上一副眼镜 第一眼看到他父母的时候 他的爸爸抱着他 他的爸爸当时抱着他 这个小孩子好高兴 这个小孩子是很高兴的 一直拍他的爸爸 一直两个兽在那里拍他的爸爸 一直哭着叫爸爸 他还会哭着地叫爸爸 好大的喜悦 好大的喜悦 可是这个盲人 没有人可以跟他分享这个喜悦 但是圣经里面说 这个盲人是没有人 跟他一起分享这个喜悦 是不是你会觉得很伤心 你会不会觉得很伤心 但是耶稣接纳他 但是耶稣是接纳了他 从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开始 他知道他不仅是眼睛可以开 得到明亮了 他也知道他不仅是眼睛可以开 得到明亮了 他也因为知道他是属于耶稣的 他也都知道他是属于耶稣的 有人在乎他 有人在乎他 他的心里温暖了 明亮了 他的心里温暖了 是明亮了 不再活在黑暗里了 不再活在这个黑暗当中 兄弟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你觉得你是在哪一群人当中 你觉得自己你是在哪一群人当中呢 身为基督徒 身为基督徒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了 我们不可以在任何那三群人里面的一群 我们是不应该是在三群人当中的其中一群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应该只有属于耶稣这一群 我们应该只是属于耶稣的这群人 让我们能够尽力地来彼此爱护 让我们可以尽力地彼此爱护 彼此扶持 我们彼此扶持 让我们的信心都可以增长 让我们的信心都可以增长 每个人都可以活出基督徒的生命 每个人都可以活出基督徒的生活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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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